一下來便是 對,一下來便是非常方便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迎圖志業 我是阿欣 阿欣,今天帶大家去走一次我們鄉海大橋 因為昨天是我們珠海基建鄉海大橋正式通車的日子 昨天因為掛著帶客,所以沒有跟大家拍片 不過昨天開通時,我剛好帶西區的客戶回來時 我都走了一轉鄉海大橋 昨天因為珠海這邊是大雨天時暴雨 我全程駕駛回來的話,由江山會上橋點 一直駕駛回來這裡下橋的話便用了12分鐘 因為昨天我的同事都幫我計時了 今天我帶大家走一次給大家感受一下 由我們市區,即是前山造貝這裡 上鄉海橋去到我們的斗門樂橋 一共用時是幾長時間 現在我們就在造貝這個位置 直走便準備上橋 右邊是坦州 對,往右邊方向,現在是去坦州那邊的 其實在這裡遠處的鏡頭都可以看到中澳那邊的樓盤 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過了這個紅綠燈 就是去鄉海橋的上橋位 其實鄉海橋的話 我昨天走的那個感受就是 可能有人不知道昨天通車,所以沒有甚麼車 一座大橋通三地 可以走走前山斗門 其實它訓練很多地方 因為這條鄉海橋只是其中一段 它會接駁到很多的高速 去到橫琴、唐家、廣州、江門 它有接駁很多的支線 但是因為公崎的問題 其實很多支線是未有開的 昨天開通的話 只是我們由造貝去到斗門的這一段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我們一個上橋位 目前的話它是不用收費的 明天開始正式就是我們的航展 航展期間這裡都是不收費的 直到航展過了之後 它就會採取收費 我記得每一段大概是幾元一次 現在是3.19分 這段鄉海大橋的話它算是高速 全程的話是限速100 看看我們由這裡去到六橋位的用時大概是怎樣 到時去江山會非常方便 很近的,現在是日常事務的同事 不過除了要付錢這樣不好 其他也很好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這邊就是中澳春城 看看我們的右邊是中澳春城 我們這裡是可以去到廣州的 你看它有很多支線 上面有很多標牌 它會寫著 這一段的話就是香港高速去斗門的一個路線 我們可以看到周邊的一個景觀 周邊的一個樓盤的情況 以及我們也會看到其他支線的路段 好像這一段就未開了 我們現在這裡仍是屬於坦州的範圍 目前大家看到的這些樓盤都是坦州的樓盤 可以看到很多坦州的項目都是在這一邊 附近 附近也看到的嗎 對,黃漿也看到 其實很近 然後這個還要去廣州的 對,接駁到廣州的線路 其實都有連接到江門的線路 不過就不是這一段 如果它真的開通了的話 其實會對整個大灣區的基建 都是有輻射作用的 路通財通 其實它是真的趕工期的話 我們大陸是… 我覺得其他地方已經比不上了 它趕了在航展之前通車 真的完成了 差兩天 確實 大家剛開始昨天我們早上時都以為 十點路都還未通車 是否通不了 是否這個樂言就兌現不了 應該可能是放空炮 但沒有想到它哭 真的正式就運營了 就通車了 它早上是戰賽 對 所以自己的感受都頗深 我覺得是我們珠海的發展 在這麼多年以來 由我五年在這邊一直做地產 看著它發展到現在 七年的時間變了很多 以前我去金灣 如果是拱北去金灣的時候 如果是坐公交 差不多一個小時才可以去到護身路這個地方 而後面慢慢交通方便了 我修了很多路 金灣納交氣好了 縮斷了很多時間 然後又再後期一步步增設了很多 如紅殼大橋 以及到現在的鄉海大橋 真是一步一腳印 陸陸陸陸陸發展 自己看到也覺得是很佩服珠海的改變 以及自己提前落紙在珠海 是一個很由先見之明的 我應該稱讚自己 由先見之明的一個決定 其實整個大灣區來說 目前是一個發展勢頭很猛 以及搭正時代紅利的時候來的 可能疫情的影響之下 確實全國的經濟各方面 我們就不去評判了 但我相信未來 我們大灣區這一邊的發展 珠海是一個很值得期待的地方 一直都非常看好珠海 因為今天我亦有跟很多客戶去聊天 有些甚至是外地的客戶來的 我今天跟一個海南的客戶聊天 他跟我說他以前在深圳、廣州等都有自業 最近他會考慮過來珠海自業 我問他為甚麼 他說他其實是做市政工程的 他非常看好大灣區的發展 我問他是不是因為 你之前都是在一線城市吃過時代的紅利 他說確實是 因為他以前買深圳的房子時 你知不知道他多少錢買 6000 現在那個地方12萬 所以他覺得這個樓價的話 不可以用短期的眼光去看它 他自己是這樣跟我說 對 然後他跟我說 他說這邊始終都叫做經濟特區 政府既然可以給他這個稱號 證明未來 他一定是有他的規劃和發展 在這裏 他要相信這個政府的眼光 要跟著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他說他會考慮在珠海這邊 去置業、去發展 所以我其實有時候跟客戶聊天 我在他們的對話中 我自己都可以受到很多啟發 包括看到這麽偉大的機件之後 我覺得其實是越來越令我期待 其實我很期待2024年後 那個金海大橋的通車又是怎樣的一番景象 希望到時候我都會有機會拍給大家看 現在都是一個下雨的階段 這個橋可能適合通車 就沒有那麼多車在這裏行駛 亦都是我選擇的這個時刻的關係 3點多 我又是19分上的橋 現在是25分,過了6分鐘 我們其實現在因為太大雨 外面就看不清這個狀況 我全駕駛 太大雨就看不清了 但前面就有錶牌了 看看前面的錶牌到甚麼位置 我們還有3公里就到斗門了 哇,其實都很快 這個高速的話它有很多段 一段是去鶴洲,一段是去江門 其實別人說以後我們珠海的重心 是叫鶴洲CVD 會逐步遷移到那裏 其實這段時間的話 經常往返西區和市區之間 有時候走珠海大橋的時候 我會看到其實鶴洲的發展都很快 中鐵建那些央企、局企 在那裏建的基建確實是非常非常快 有很多的工程已經在那裏建了 尤其是那些高速 六、六、六、六開始見到有住宅了 就是1公里左右 哇 如果我們現在同樣的時間出發 走珠海大橋 應該現在在南平 應該未上珠海大橋 未上 因為珠海大橋其實現在的車流量是很多 很廣大 對,我們來往西區的時候發現 無論去或回來也好 經常都會有塞車的情況 證明其實越來越多人是接受 在西區居住、市區上班的通勤方式 好,我們應該就準備下去了 落橋位 可惜今天的天氣不是十分好 否則會看到很多極度 對,會看到更漂亮的周邊的沿途風光 這邊接駁到江柱高速 江門角洲 對,這一段是未完全通車的 可能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其實它完全是一段高速線路 說的是大橋,但實際上是一個高速線路 開始見到那邊的駐紮困 有,是無心路那邊 已經見到斗門的駐紮困 下雨有點提升 江山會引入眼底 開始逐一看到高樓大行 現在是28分 對,即是差不多10分鐘時間 現在是9分鐘,我們就差不多到 然後10分鐘下橋應該剛剛好 真的十分鐘往返 但現在這個天氣狀況不是十分好 是大雨的情況下 而且我的速度一直保持在安全行駛的速度 熱烈觸賀香海大橋建成通車 你看看見到這邊的駐紮群體了 你看見到這邊的駐紮群體了 兩公里過去 兩公里過去 一落橋就真的是江山會 對 看到最新的那一旗 還在興建 對 是啊 哇,那我們的同事 每天以後上班下班就很方便 最起碼這裏是不會塞車的 然後那裏是時代香海備安 嗯 嗯 哇,真是很近 哇,真是很近 哇,真是不互心路 即是江山會這個樓盤 真是石正橋頭部位置 嗯 方便了 一落車就回家了 好,我們現在往江山會回去走 現在就10分鐘,剛剛好 3.29分來到這裏 嗯 即是大概11、12分鐘 對,下雨期間差不多就是這個速度 因為我自己駕車也不是駕得很快 如果是我們公司的飛車手 它會控制在10分鐘之內 我們已經準備下車了 準備開始擦棒架了 嗯 我們第四期都開始擦外場了 現在是3.30分 剛好下到來 對,11分鐘 剛剛好 我們直接停去江山會的門口 看看用時多久 好 然後前面也會帶景 時代的 一下來便是 對,一下來便是江山會 非常方便 好,現在到廣告時間 江山會可以首副分期 港澳直泰,各位朋友 好,來到江山會門口 好,可以讓大家看看這個時間 剛剛好便是12分鐘 3.31分 真的沒有花帽架 對,到了這裏12分鐘 全程體驗了這個時間 好,今天下雨都可以多人看嗎 多了 那我們也進去看看 停車場已經爆了 我們也不撿書,我們也進去看看 好,今天帶大家感受了我們這個 鄉海大橋的一個路線的情況 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有機會都可以親身過來體驗一下 尤其恭喜我們買了西區的業主 以後你們的話 由市區過來西區的通勤 又縮短了一個時間 非常之方便 12分鐘 足足12分鐘 我們由前山做背 來到這個 斗門的江山會 今天也帶大家再重溫一下 我們江山會這個項目的一個基本情況 那如果大家也都是覺得 這個鄉海大橋通車對斗門這邊的話 都有一定的一個作用的情況下 想考慮 加持 是的,想考慮這項目的話 其實可以優先留意一下這個行遇江山會 因為橋頭堡非常近的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一個疑問 關於項目的情況的話 都歡迎大家指點給我們的 謝謝,下期見 拜拜